我以前上學的學校是沒有校規的 男生長頭髮真的等於不整潔嗎? Hello 大家好 我是Lillian 近日大家都在討論校規 因為有位男同學將自己對於學校而用的規定不滿 投訴到平機會那裡 而引起了大家的關注 為什麼男同學就一定要短頭髮 不可以留長頭髮呢? 這個校規的確我們都沒有人知道 誰去負責成立或者誰去定奪 這個是對還是錯的 所以這次的討論真的引起了大家的關注 但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我以前讀書的學校是沒有校規的 是不是很神奇?沒有校規 到底沒有校規是一個什麼世界呢? 所以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以前沒有校規的學校生活到底是怎樣的 我以前讀的是一間直資英文中學 我是第二屆的畢業生 所有同學都是一級一級的上去的 所以在我自己入學的時候 上面就只有form 2 就沒有其他的年級在 變成在一個很少人的環境之下 慢慢開始學習 去到學校真的畢業的時候 就真的有那麼多form的人都在 這個環境是非常之自由的 但是同一時間就是非常之講求 自律和自立的 我覺得它有點像想走大學的一個風格 就是可以讓你有一個自主的權利 有選擇的權利 例如一般的學校 其實你上學 學校一定規定你要穿白球鞋 但是當時我學校是不需要有這個規則的 穿什麼東西的球鞋都可以 我好記得我特意選了一對有珍珠光面的一對球鞋 而且是可以撥自己轉顏色的 非常之新潮的球鞋 我就會每次走出街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自豪 哇!我們學校好先進 可以穿一個五盒球鞋都可以 不一定要穿那些很普通白色的球鞋 我們自己喜歡穿什麼都可以 覺得是非常之自豪的一件事 在這個環境之下成長 雖然我們有選擇的空間 但是我們也是需要自律的 例如學校唯一不可以穿的就是converse 因為它不是一對非常之正常的運動鞋 不適合運動堂 是一個比較隨便的鞋 除了這些之外 我們任何鞋款都可以穿的 這個是挺特別的地方 還有以前我們上學的時候 是真的喜歡戴什麼回去都可以的 就是一些非常之新穎的文具等等 全部都可以戴的 但是因為在我讀中一的時候 隔壁班發生了一個意外 所以從此以後 校規就慢慢開始出現 和增加量 那時候就是因為有同學 用戒刀、剪刀 不小心造成了一些意外 所以學校鑑於那次的事情之後 就不准任何同學再戴 剪刀、戒刀 那時候是我的上學校 於是慢慢我們就開始有些規定 設定了出來 而第二樣我很記得的東西就是 字典機 以前讀書的時候 我們手機沒有那麼發達 所以我們可以另外帶一部 叫字典機的東西回來 就是可以查字典 因為始終英文中學我們剛剛上去的時候 可能有很多字我們都不懂 字典機就可以幫助到我們了 但是同一時間 字典機裡面有一個功能 叫做遊戲 所以字典機可以一秒 變成了遊戲機 上課的時候同學 雖然就好像在用字典 但你沒理由每分每秒都用字典 沒錯 因為那部變成了一部遊戲機 所以慢慢學校好像意識到這個問題 為什麼同學上課會用字典機去打機 於是學校從此後就多了一條理由 就是不准帶字典機回學校 變成了好像慢慢越來越多 rules 沒錯 真的越來越多 rules 我學校的校規就是由零校規 慢慢去到我畢業的時候 變成三四板子的校規在搜索前面 就是因為在日積月累的情況下 大家好像失去了一些自律 或者發生了一些事情 所以我們引以為傲 沒有校規的學校 慢慢就變成了一個 跟普通學校沒有分別 都是有幾板子校規的學校 這個都是有些不適應的地方 因為本身學校就是希望可以 讓學生自己訓練到 去做一些選擇 可以有自立和自律的能力 但到後面 可能他們老師發現了 同學其實都是需要一些 rules and regulations 去管制一下 令他們可以更加好地去發展 都未定 所以我就在想 其實很可惜 因為那時候我真的覺得 那是一個夢寐以求的學習天地 因為沒有任何的規例 才可以令到你去作出不同的嘗試 然後去做不同的體驗 從而可以加快你的成長 所以我覺得校規這件事 其實都限制著同學仔的思想 或者限制著同學仔的發展和創意想法 當然有一些是可能必須要存在的 但是髮型是否真的影響學習呢 我又不覺得 因為其實你看到很多日本的同學仔 或者日本的藝術 他們都留有一些中長髮 但你都會覺得他們是非常整潔整齊的 所以一開始校規 對於男生女生的頭髮 都是叫移用 他們是希望保持整潔 所以我覺得這次提出這個投訴的同學仔 其實都說得有道理 為什麼男生留長頭髮 或者中長髮 就一定是不整潔呢 其實都是非常整潔的 他們都可以好像女生一樣雜邊 但是為什麼會有這個既定呢 我覺得就是可能跟以前的人想法有關的 以前可能男生留長頭髮 未必是一個這麼普遍的事情 但是隨著時代的改變 男生留長頭髮已經變得非常普遍 而且其實都可以是非常整潔的 有很多藝術 其實他們現在都是用中長髮 這個長度的髮型 和大家見面 但都會感受到他們可以非常整潔 和非常整齊 那會不會是某一些校規 已經不合時宜 或者需要有調整的空間呢 都很多謝各位同學仔 說完出來 令到大家都可以對校規 再次有一個探討空間 以及引起大家的討論 不知道你們以前學校的時候 又有什麼奇怪的校規 或者是你們學校 是不是都好像我的學校一樣 是沒有校規的呢 大家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你們學校有什麼特別 或者奇怪的校規 我都很想知道一下大家的校園生活 如果你們都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給個like 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也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 和分享這條影片給朋友仔 希望你們都喜歡這條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